2023年12月2日,星期六,龙历10月20,每日资讯简报。 加拿大新闻 1.加拿大多大行之一的TD银行宣布裁员3%,按第三季度员工总数计算,裁员人数约为3100人。裁员将导致3.63亿的重组费用,明年上半年也将有类似费用产生。 2.研究人员对4000个加拿大禁退休家庭和退休家庭进行调查,发现55%的接近退休家庭需要改变生活方式以避免耗尽储蓄。 3.在魁北克省超过12万2000份永久居留申请中近三分之一,即38400人属于家庭团聚类别。 4.魁北克自由党表示,很多家庭无法团聚,投诉每天都在增加。 4.纽芬兰省圣约翰斯市一家中式杂货店宣布结业。 2位老板于1983年由中国香港来到圣约翰斯市。 5.经营杂货店近40年后,两人年余70,决定退休。 5.通胀带来的压力让安大略省居民感到困扰,计划减少开支。 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计划减少开支,58%的受访者认为养家变得困难。 大约三成居民认为,家庭支出是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 中国新闻 1.甘肃九泉市宿北县1日20-20发生5点灵级地震,家喻关、九泉、张液等地感受强烈震动,截至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2.中国气象局发布大地磁暴预警,北方地区多地罕见出现极光现象,提醒性格玩家和极光爱好者注意可能的导航问题。 3.12月5日起,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每张机票最多可减少20元燃油附加费。 此外,火车票退票将不再收取手续费,12306回应仍按照现行标准执行。 4.重庆市教委发布通知,严禁给家长布置作业,同时明令禁止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5.违规者将取消平线平优资格,鼓励电话举报。 5.河北一亿万富豪成功找回被拐25年的儿子,孩子被找到时正在四川打工。 此前,富豪曾边创业边悬赏百万寻子。 6.武汉市政府决定将支持居民换购住房的政策延长至明年底,并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 最新报告显示,前11月六成房企销售同比下降,年末或有大促活动。 7.港媒报道,内地与香港将完善民商市相互认可制度,免除两地重复诉讼。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预测值为1.42%,为14年来最差。 8.比亚迪股份公告,11月,公司新能源车产量达316510辆,销量达301903辆,表现强劲。 9.浦华永道,中国内地和香港分公司上千员工涉嫌培训考试作弊,最终被罚款700万美元。 国际新闻 1.美国法官发布初步禁令,阻止蒙大拿州立法禁止TikTok,称其侵犯用户宪法权利。 同时,纽约发布交通拥堵费征收方案,小客车禁市中心将备收15美元。 2.美国艺科学家与哈佛大学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新型的微型人体细胞机器人, 具有自然寿命,可能在未来用于治愈人体受损的组织。 3.韩国农户集会抗议禁食狗肉法案,是危者跑到总统府前放狗,与警察发生冲突,三人因涉嫌防赖公务被捕。 4.美司法部公布证据指控印度官员雇凶暗杀,揭示昭穆杀手的过程。 5.原来,招募的杀手实际上是美国缉毒局的卧底。 5.俄罗斯一名前记者宣布参选总统,呼吁结束特别军事行动,希望为国家带来改变。 6.以色列军方宣称,哈马斯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军事打击已导致至少29人死亡。 6.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以色列,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全球对乙军的压力越大。 6.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7.一年前的今天,硅谷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不是因为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世界或OpenAI管理层的宫斗大戏, 而是因为四分之三的硅谷科技从业人员,尤其是非美国籍员工,面临着一个切实的问题,失业后如何留在美国。 7.根据科技公司裁员数据网站layoffsfee的数据,截至10月,全球科技巨头今年在全球裁员超过22万人,其中在2022年裁员超过16万人。 7.在这一浩大的财员潮中,至少有5万名持有H1B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受到影响,这些人才在科技和医疗等领域受过高等教育,备受各国争夺。 7.根据财富杂志报道,虽然90%的H1B签证持有者在被裁员后迅速找到了新工作,得以合法留在美国,但在全行业裁员的大环境下,依然有10%的人面临着可能被遣返回国的风险。 7.正值此季,加拿大迅速行动,成功吸引了这些在全球追逐美国梦的科技人才,甚至连一些幸免于裁员的H1B持有者也被加拿大所吸引。 7.加拿大政府宣布,截至今年10月底,已有超过6000名美国H1B签证持有者,前往加拿大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7.彭博社报道指出,加拿大的这一人才引进计划是创造性决策的典范,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 持有H1B签证意味着拥有高技能,同时也需要运气。 雇主雇佣外籍科技人才的成本高于雇佣美国人,因为涉及到各种申请和费用等待数月的审批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外籍人才需要表现出色,公司才会认为这些费用是值得的。 然而,H1B签证的抽签过程异常严峻。 美国每年批准H1B签证的数量有限,而申请者的数量逐年增加。 截至2024年申请季,H1B签证的通过率仅有10.89%。 在财员潮中失业的H1B签证持有者面临着60天的时间限制,用于找到新工作,否则将被驱逐出境。 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的人才引进计划成为了吸引这些人才的理想选择。 加拿大在2020年启动的全球人才计划以来,科技人才增加了15万人。 虽然总数不及美国,但增长率达到了15.7%,超过了美国的11.4%。 这一趋势反映了美国移民政策变化对加拿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呼应了全球科技行业的动荡。 加拿大的灵活举措,使其成为许多科技人才的理想去处,为其提供更宽松的职业环境和更短的移民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据彭博社报道,美国的H1B签证持有者每年至少为美国政府贡献850亿美元的所得税,占到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1.7%。 这一群体还产生了数百亿的消费支出,促进了美国企业在国内投资。 他们是维持美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重要支持力量。 总体而言,加拿大通过灵活的人才引进计划,成功吸引了裁员朝中的科技人才。 这不仅为加拿大科技行业带来新的活力,也引起了全球科技人才对国际职业选择的重新思考。 二,腾讯科技消息,现代技术时代,见证了许多化时代的时刻,其中之一即是ChadGPT上线。 一年前的今天,OpenAI发布了ChadGPT这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在短短一年内改变了科技行业格局,每周吸引一亿用户。 在ChadGPT上线的一年里,它给科技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在风险投资减少的情况下,拥有人工智能项目的公司纷纷获得资金支持,仅今年第三季度,人工智能领域获得了179亿美元的投资。 与此同时,初创公司如Anthropic,Majerny和Pica展露头角,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 科技巨头们也纷纷投资人工智能,微软将其人工智能助手Copilot整合到Office、Windows Azure等领域。 谷歌推出了Bard和Search Generative Experience,而Meta将人工智能视为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是苹果,也在加大人工智能方面的努力,计划升级Siri。 尽管ChairGPT的界面简单,有时受到可靠性问题的困扰,但它成为人工智能革命的最大赢家。 上线短短五天就吸引了百万用户。 两个月后,用户数量飙升至一亿,每月20美元的订阅费用为OpenAI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业务。 然而,人工智能行业也面临着如何平衡经济利益和道德责任的问题。 OpenAI的初始使命是推进数字智能,但随着潜在市场规模估计超过一万亿美元, 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谋求股东利益和造福人类之间找到平衡。 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带来了便利,但也引发了文化、法律和道德等一系列问题。 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创造力和智慧的担忧依然存在。 在未来12个月,人工智能行业有望迎来更多创新和突破, 新的工具、应用和服务将不断涌现, 探讨着聊天机器人是否能引领我们迈入后智能手机时代的未知领域。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 感谢观众有可能